讲上帝话语之前跟你讲个笑话 有一个漂亮的美眉 身材很好 样子长得很好看 但是他生命中有一个很大 有一个缺陷 很大的问题 也是一个很尴尬的问题 常常不能解决 那就是他不能控制 常常爱放屁 然后这是很尴尬的事情来的 不能控制的情况下 一天他就决定去找医生 叫医生根治他的毛病 就找医生 就跟医生说 医生啊医生 我有一个毛病 就是常常爱放屁 不能控制 但是这个屁也很好 也很好 没有受到很大的干扰 因为我的屁又不会臭 也不会响 他跟医生这样讲 医生就看看他 看看他了情况 就说小姐 你可以到外面吃哪药了 好了 这个美眉呢 漂亮的美眉呢 就很听话 拿了药回去去吃 然后呢 跟医生 医生跟他议定说 你吃完了这个药 下个星期又来回来看我 好了 他已经吃完药了 下个星期就来 回来复诊 来找医生 他就说 医生医生 本来啊 我的情况蛮好一下的 可是啊 我不知道你给我什么药吃 我吃了之后啊 我闻到我的屁啊 很臭 很臭 那个漂亮的美眉 对医生说 然后 医生就跟他讲 恭喜你 我已经把你 壁纸塞住的 问题已经医好了 明白这样吗 他说本来我的屁不臭的 也没有想的 问题不是他的屁不是 不是不臭 也不想 而是他的皮脂有问题 你闻不到自己的屁 屁谁呢 是这么臭的 好了 现在医生说 好了 接下来我就要帮 帮助你 医治你耳朵 重听的问题 他说屁不响的嘛 所以 原来哦 这个女孩子的屁啊 又臭又响 他自己不知道 我们就好像我们 这个笑话代表什么 这个笑话代表说 我们好像我们每一个人啊 我们根本看不到 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都是一个盲点 对自己是一个盲点的人 然后呢 我们常常把别人的问题都放大 我们看到别人的问题多过自己的问题 所以呢 今天 牧师早上要跟你分享的时候 请你不要 哭住你的耳朵 也不要 就是 就是啊 塞住你的 鼻子 不闻不闻 请你睁开你的耳朵 你的眼睛 你的心 来领受神的话语 如果你有圣经 请打开 以佛所书第二章 以佛所书第二章 第十三节到十八节 Ephesians chapter 2 versus 13 to 18 Ephesians versus 13 to 18 你们从前眼里神的人 如今 如今却 在基督里 靠着他的血 已经得清净了 十四节 因他使我们和睦 言文作 他是我的门的和睦 将两下和而为一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十五节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来 那身体废掉烟绸 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为要将两下 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 如此变成了和睦 十六节 记在十字架上灭了烟绸 便借着这十字架 使两下归为一体 与神和好了 十七节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 给你们眼处的人 也给那近处的人 十八节 因为我们两下 借着他 被一个圣灵所感 得以进到父面前来 我们做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灵 打开我们的耳朵 打开我们的眼睛 来领受今天早上 你要对我们说的话 我们感谢赞美你 求你恩高 你的仆人 和讲台 来释放你的话语 感谢赞美你 录着祷告 奉耶稣的名 Amen 我们进到 这个属灵产业的系列 第六 第五个系列了 过去以来 我们讲到 上帝在 耶稣升天之后 给我们很多 遗下遗产 其中有 智慧的灵呢 对吗 启示的灵呢 大能大力的灵 还有就是 上个星期 我们有在 前个星期 我们讲到 我们得以安息 在主里面 基督徒的信仰 不再开始 什么忙碌啊 做啦 做很多东西 而是 懂得要 安息 跟耶稣 一起 坐在天上 讲两个星期 我讲过 今天呢 第五个东西 上帝遗留给我们的 帮助我们的 给我们的遗产 就是我们能够 自由的来到 父面前 那给你一个 给你一个概念 可能你不知道 为什么 牧师你说 我们可以来到 上天父的面前 是一种产业 上帝给我们的呢 在过去以来 当以色列人 百姓 上帝拯救他们 离开埃及之后 出来的时候呢 他们停留在 一个地方 叫做西乃山 西乃山 他们称为 和列山 也叫做 神的山 上帝的山 然后呢 摩西呢 就独自一个人 爬到山顶里面 跟上帝会面 面对面 来敬拜神 代表百姓 来献祭 来敬拜神 然后 摩西在山顶上 四十周夜 不吃也不喝 跟活在上帝的 那个 同在里面 然后上帝就把 用手指 在石板上 写十戒 下来 然后摩西就 捧着 两个十戒 下到山顶下 然后呢 摩西的住所 有七十个长老 却是在山的中间 不能到 山顶里面 因为上帝太 那个荣光太 太彰显了 那个 那个上帝的荣耀太大了 他们不能上去 更不要讲百姓 百姓是远远的在山顶下 来朝见神 所以你看呢 以前啊 要来到上帝面前 是不 不简单的 不容易的事情 来到 他们已经 以色列被建议成国了 我们有以色列的王 所罗门王 开始为上帝 拿很多的材料 用很多的东西 把圣殿建立起来 如果你了解 圣殿的话 它有 外围 然后圣所 还有至圣所 就是 然后呢 就选定 大祭司 代表百姓 进入至圣所里面 献祭 然后求告 求问耶华 求告耶华 然后代表百姓 向上帝认罪慧改 一年做一次 然后呢 你知道吗 那些被选定成为 大祭司的那些人啊 每次进入至圣所的时候呢 都要绑着玲珑 叮当 叮当叮响叮当响 然后就绑在他的脚上 来走进去那个至圣所里面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 至圣所里面 是上帝的统在 在里面 圣灵 神的灵 在里面 如果 这个大祭司 刚好 不小心 他身上有罪 犯罪的话 他走进去 被上帝的荣耀 和 刚才我唱的圣洁 圣洁 上帝的圣洁 光照 的情况下呢 他被上帝的荣光 击 击杀 倒在地上 然后百姓就会用神指 刚才绑着绳子嘛 把尸体脱出来 然后又用后背 有后背 Sperdaya 后背的祭司 延续他的工作 再进去献祭 如果 那个祭司 还是一样 有罪 犯罪的话 他一样会倒在地上 又再脱出来 欢迎那个祭司 所以你看到没有 以前来到上帝的面前 来到上帝的跟前 来到上帝的面前 是非从小可 不是一个很简单 而是一个很繁麻 很琐碎 很繁重的一个事情 所以今天你看 我们能够来到上帝面前 来到教会 圣殿 直接来到上帝 从在里面 自身所来面敬拜 这是上帝给我们 其中一个产业 但是今天还是 仍然有些人 来到上帝 来到教会 还是带着定罪的 来到上帝 来到教会 还是感觉到 不配的 感觉到自己很肮脏的 感觉到自己很 很多问题的 今天我就要让你看 为什么你能够 自由来到上帝面前 可以来到上帝 因为这上帝 给你的产业来得 在耶稣 被钉死之家的 那一剎那 圣经讲 他最后讲的一句话 只有两个字 成了 成了 英文说 This is finished Or rather 我用今天的话 This is done 但他讲这句话 圣经说 他讲完这句话 就断气了 可是断气的 那一个当中 在他们圣殿里面的 自圣所的这个帽子 就是那个 葛登 我们英文叫 view 就是把 圣所和自圣所的 那个帽子 那个 遮 隔开的 那个帽子 就 从头到 从 圣经讲 从头到脚底 裂开了 那你要了解 这个裂开 是耶稣 断气的那一分钟 这帽子就裂开了 这代表什么呢 当时他们创造这个帽子 你知道高有多少高 高是90尺 高90尺 然后 跨是60尺 然后他的帽子 那个 那个 隔登帽子的厚度 有三尺厚 据说了 如果用两匹马 一匹马 拉一边 另一匹马 拉一边 拍他们屁股 让他们跑 分拍 撕也撕不烂 那个帽子 可是耶稣在 钉十字架的 那一撒克 他说成了 然后断气了 圣经说 圣殿里面的帽子 从头 90尺 谁能有楼梯 爬到上面 去把那个帽子 撕下来 就算能够爬上去 也没有力气 把这个帽子撕成两半 但是耶稣 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将这个帽子 撕成两半 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自由的 很 可以完完全全的 得以来到 上帝的面前 而且 如果你读圣经 我曾经也跟你讲过 如今 我们的身体 圣经讲 我们的身体 就是圣灵的电 圣神的灵 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以前神的灵 不随便居住的 以前神的灵 是居住在 自圣所里面的 当时今天 上帝 已经把这个东西 成为你的权力 和你的产业 把自圣所 移流 移转移到 搬家了 把自圣所 搬到那里 搬到你的心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神的灵 居住的地方 阿们 我们来看 今天要帮助你 能够不被定罪 不被 感觉不配 我们有三样东西 我们可以 靠着 靠着他来到 上帝面 第一 圣经说 来到父面前 要靠着 宝血来到 上帝面前 是三节 你们从前 远离神的人 如今却在 基督耶稣里 靠着他的血 已经得 接近了 神的怜悯 改变我们 这些外邦人 可怜的情景 借着基督的血 叫我们 这些 远离神的人 如今 认识了神 可以亲近神 原来 我们这些 跟基督 没有关系的人 如今 进入到基督里面 可以享用 神的应许 和助班的业 一切的恩惠 主耶稣的宝血 让我们从仇人 变为亲人 跟你旁边讲 我们是亲人 不是很有 说服你 大家记得 我们是亲人 在希腊言文 这个 远离呢 这个远离这句话呢 叫 马格兰 马格兰 意思说呢 就是对岸的意思 就是说 当你还没有认识 耶稣的时候呢 圣经 比喻 是你好像 在对岸的人 这样 你是 各着一条河 远远的 远远的 跟上意 是站在 对岸 对立的地方 但是感谢神 今天因为 耶稣把我们 让我们成为一个 改变 借了他的血 我们得以亲近的 由 远离和亲近 是反义出来的 然后呢 我们由 马格兰 成为 Angus 的人了 什么是Angus呢 Angus就是靠近 和神相近的人 和神相近的人 然后呢 靠着什么 靠着 圣经讲 靠着他的血 是人 因为 耶稣的宝血 我们不是 所以 你看 能够来到 上帝面前 不是你参加 教会几次 能够来到 上帝面前 不是因为 你祷告 一天祷告 多少个小时 原来 来到上帝面前 不是你 读经 要多少遍 而是 你是 靠着 耶稣的 宝血 来到上帝面前 得以接近 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 十四节讲什么 十四节 他使我们成为和睦 言文叫Irene 意思说 他成为了我们的平安 Irene的言文是平安 然后我们就成为了平安 这样两下 就是什么是两下 刚才我们读到很多很多都是两下 两下 这两下意思是敌对的两方 如果你不是上帝的亲人 你是上帝的敌人 当你跟敌对的两方 就是把两者之间叫两下 把两个人 神和 人和神 两方面 借在一起叫两下 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什么是两下 两下 常常 重复的有两下 两下就是敌对的两方 所以呢 我们看到呢 原来啊 我们这些 你看啊 平安是多么重要啊 耶稣说 因为借着他 使他 因他使我们和睦 就是使我们跟上帝有平安 有一次啊 我去到一个家庭 我去探访他 然后我就很奇怪 我就说 哎呀 姐妹 为什么你 你住二楼 然后你先生住三楼 为什么你们没有同房 睡觉 没有同床 睡觉的 为了要平安 我们就一人住一边 一个人 一个人住三楼 一个住二楼 这种的平安 不是真正的平安 是避免冲突 不是平安 真正平安 不是在外在的 一个状态 就是 就算你遇到很多的冲击 很多的冲突 你遇到很多的 那个毕驳和灾难 很多的问题 在你的生活当中 就在当下 你面对很大的问题 你可以有平安的 我讲的平安 是心里面的状态 平安 耶稣说 是他成了我们的平安 我们如果生命当中 没有了主 我们怎么样 也没有平安 平安不是用钱买来的 不要以为你的银行户口 有多少个树木质 能够造成你很有平安 安全感 那不能够造成你很大的平安 因为圣经讲 耶稣就是那个和平君王 英文说 He is a prince of peace 他是和平的王子 他是和平安的王子 你要平安吗 你必须要认识着耶稣 你必须要掌握主 在你生命里面 如果你 你心里面没有平安的问题 就是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要有主 耶稣用自己的血 来满足上帝的心 今天上帝 今天来看 看 尾伦 来看树真 来看雅各 来看 你们每一个人 耶稣在身上看到你 不是你所犯的罪 所过去你的不配 和你们那些 不是我们这些 因为 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平安 当耶稣看到雅各 看到 你们每一个人的时候 他看到什么 看到平安 原文叫 Ir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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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看到 劈水而已 他看到Irene Irene Irene 平安 所以呢 很奇怪啊 平安的希腊原文叫做Irene 就是慢慢演变成 今天的英文名字叫Irene 如果你还没有 还没有Christian name 你可以选择Irene Irene的意思就是平安 所以如果你的名字叫Irene 就是平安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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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次人家都叫你平安 在宣告你平安 Irene 所以呢 基督呢 成为我们的平安 然后呢 上帝 以前 如果我们还没有信耶稣呢 我们就是上帝的仇人 但是因为耶稣的保险 让我们成为了亲人 能够 上帝把 本来啊 你应该是被诅咒的 你的你啊 我们啊应该是被审判的 我们啊应该是被应该钉石架的那一个 但是他的儿子的保血 因为他儿子钉在石架上 代替了我们 我们 并来是仇恨 焉仇 应该是被审判 应该是被灭亡的 但是 代替了 取代了 把平安 赐了给我们 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 然后来到父的面前 我们必须 靠着 从人到亲人 刚才讲的 OK 来到父面前呢 我们必须要靠什么 靠着 十字架 大家讲什么 靠十字架 在十五节这么讲 而且 以自己的身体 废掉烟绸 就是那 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为要将两下 借着自己 造成新的人 如此 变成了和睦 OK 耶 耶稣基督啊 用十字架 把我们 一切的 所有的账 欠 亏欠 跟 把 把 上帝对我们的烟绸啊 异议的 解决掉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 你从这边 能看得到啊 这边能够看得到啊 废掉 言文叫做 卡达给哦 卡达给哦 就是说 让这些烟绸啊 变成胡销 取消的意思 胡销取消的意思 然后呢 烟绸的言文叫做 啊 卡达 啊 啊 啊 敦达 sorry 不是卡达 敦达 敦达 敦达是敌意 敌人的意思 以前啊 你还没有 如果没有取掉这烟绸啊 我们是上帝的仇人 敌人 敌意 然后呢 把我们造成新的了 这个造不是 只是造不了 原文是创造 是抵收的意思 创造 什么是创造 是从来没有的 有创造的 是以前没有的版本来的 然后 这样我们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新的 原文叫做 Ikanos 大家讲 Ikanos Ikanos就是指说 一个新的产品 新的品种 新的质量 是在以前没有过的同类东西 所以呢 那 圣经讲 耶稣用自己的身体 来废掉烟绸 为什么要用耶稣的身体 这么重要呢 为什么不能用别人的身体呢 从里面 你要了解 这个东西很重要 要靠十字架 来到上帝面前 因为是借着 钉在十字架上 是谁的身体 是耶稣的身体 为什么不是别人身体呢 为什么别人身体不能取代 不能取代呢 一定要非逮 耶稣的身体 我告诉你 这个重要性 全世界 不用讲圣经里面 拿圣经里面的 的证据和证明 我们用外面 外邦人 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的 一个证据 全世界都公认 耶稣有复活节 在每一年的Galander 的四月份的第二个星期里面 你都能看到复活节 你从Galander 找不到 摩罕默德复活节 或者释迦摩尼佛 复活节 你只能看到 耶稣复活节 连全世界的人 都公认 耶稣复活这件事情 为什么耶稣复活 这么重要呢 兄姐妹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刚才你说 因为全世界的人 都承认是复活节 第二个 全世界的人 今天到今天为止 还是 不断的 不停的 用科学的方法 用考古的方法 去寻找 耶稣的 尸海 身体 可是到今天为止 没有人能够找到 耶稣的身体 耶稣的尸海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复活 是一件事实 不是一种 神话和传说 今天很多人 去用科学的方法 去找看 看有没有耶稣的身体在这边 那第三 第三 圣经讲 耶稣死后 钉石的架 把它拿下来之后 他们就把它放在粉墓里面 圣经讲 然后呢 用一个大石头 把这个粉墓盖起来 然后圣经讲什么 圣经说 他们派两个罗马 钉钉 日夜 看守这个粉墓 但是在 耶稣死后的 第七天 第七天 也是 也是 安息之的第一天 也是三天 这是我们的三天 他复活了 圣经讲 这个大石头 滚开了 根据 当时的系组 要搬这个大石头 是要用三十个人 才能搬这个石头 把这个粉墓盖掉 但是圣经说 这个大石头是滚开了 然后呢 圣经讲说 有两个 一个两个 不能确定啊 忘记了啊 不过一个天使 你回去看 你去看马太坟 二十八天就知道 那一个天使 两个天使 把这石头滚开了 然后呢 罗马钉兵 看到耶稣复活 他们下到 倒在地上 扑在地上 然后 如果耶稣复活了 就拍屁股走掉 没什么好讲了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复活之后的四十天 跟门徒 跟所有的他的门徒 和所有那些信他的人 一起生活四十周夜 一起吃饭 一起睡觉 一起谈论神国的事情 到第四十天 也就是五神界的前一天 前十天 前十天 他就升天了 当他升天的时候 圣经讲 有五百多个眼睛 看着耶稣升天 有五百多个人 见证耶稣升天 到天上去 而五百个人 有一半的人 为耶稣去传 到处传福音 来传讲耶稣的复活 有五百多个人当中 来写了很多的书信 包括圣经里面 把它记录下来 才有今天你和我 来看圣经的故事 所以我们看到 为什么要靠十字架 因为十字架 是讲到耶稣的死 也讲到耶稣的复活 耶稣的死和复活 是一个事实手里的妹 但以后你去告诉别人的时候 耶稣复活了 你不用害怕 跟别人讲耶稣复活了 因为耶稣复活是一种事实 你告诉他 Glander是这样写的 你不信也好 圣经也有这样讲的 因为耶稣复活 今天的坟墓还是空的 你找从耶稣的坟墓里面呢 今天你去以色列去探 去什么 理由 你去耶路撒冷理由 你去到耶稣的坟墓呢 还是空的 感谢主 这个坟墓是空的 然后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 然后最重要的 我刚才讲 不是别人的 别人的身体 而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神的 神努力 是神努力在做的事情来的 努力把这个烟绸去掉 从前啊 有一个叫做那个 印第安人 有两个邦派的印第安人 那个印第安人的酋长 一天不小心把 另一组 另一帮的那个酋长的儿子杀了 然后两派的油长 两派的印第安人就成了 成了丝绸 常常战争 常常打架 然后 那个被杀死的酋长 就很恨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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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儿子杀死的酋长 一直跟他打仗 相争了好几十年 最后 那个 杀死酋长 儿子的那个酋长呢 将自己的儿子 献给 送给 那个被杀死酋长 他说 我的儿子 以后就是你的儿子 我因为我把你的儿子比杀了 对方的儿子 我要讲这故事是告诉什么呢 耶稣 我们的神努力在做这件事情 本来我们跟上帝是冤仇的 上帝的爱和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啊 他愿意主动的来和我们和睦 和我们和好 把我们跟他 有仇人的 关系 变成情人 因为他把他 亲生 独生的 亲生儿子 钉在死下上 流宝血 感谢神啊 耶稣 保血 流一滴都没有 剩下 如果上帝 耶稣 上帝说 哎哟 我的儿子啊 流宝血 流那么多 哎呀 不要流那么多 留一点点就好了 留两地 三地 四地 就好了 我告诉你 今天你和我 都很难来到上帝面前 因为他流了宝血 第二 耶稣 钉在十字架上 用身体 来灭了 我们跟上帝的烟绸 接下来我们来看 最后一个 所以 这个很好的 我在Facebook找到了 一个十字架 钉了三个钉 一钉 两钉 三钉 得到的就是赦免 一钉 三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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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钉 赦免 很好啊 不错啊 很好 很简单的数目字 一个十字架 加上三个钉 成了 原谅 赦免 这就是上帝为我们做的事情 然后我 接下来我们来看 最后 最后 最后来到上帝面前要靠圣灵 大家讲靠圣灵 圣经告诉我们说 第十七节和十八节 我们说 到父面前要靠圣灵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 给你们演出的人 也给他们 给那近处的人 十八节 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 被一个圣灵所感 得以静到父面前 今天我要给你看一个很重要 静到父面前 在静到得以静到父面前 这个静到啊 叫个 prosagogi 很难读啊 prosagogi什么意思呢 prosagogi的言文啊 就是取得靠近的意思啊 以前啊 一个王帝 你要去见一个王帝啊 你要见一个王上啊 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相信你 如果你有看古装戏啊 那些古代的戏啊 你要见王帝 不是要讲 哎 哈喽 王帝 我今天好吗 我今天找你 不是这样 这样大有大反手进去的 而是 你一定要申请的 而且你要 也要看那个王帝 要不要见你啊 不是说 哎 王帝你好 我要来见你 不是这么样 而且啊 要通传的 通传通常是这样啊 如果 如果那个人想见王帝 王帝 愿意来见他之后呢 是这样子啊 如果你看古代是 找 麦克战 敬殿 然后又就传了 找 麦克战 敬殿 然后又传了 找 麦克战 敬殿 哇 又传了 一直传 然后 你看 这个敬道的意思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他有一个路程的 他有一个仪式的 他有一个准备的 来到上帝面前 今天我们能够有这个路程 有这个路途 来到上帝面前 乃要靠谁 靠圣灵来信仇 今天你信了耶稣了 靠着宝雪来到上帝面前 靠着十字架来到上帝面前 你还要靠着圣灵 让你每一天的生活 不只是过着行尸手肉 手肉的生活 而是让你整个灵人 活过来 能够活泼的 来到上帝的面前 这很重要 有些人信了耶稣 他的生命是死的 他没有被圣灵带活过来的 我在讲 我常常讲 今天也在讲一次 今天 谁在这世界上 天父吗 天父从来没有离开 他的宝座 你要感谢神 从来 天父在他的宝座 宝座 坐着 没有离开 如果天父一天离开他的宝座 你和我就没有指望了 所以你遇到再大的问题 再大的事情 你可以安心 因为上帝坐在他的宝座 从来没有离开他的宝座 这意思是说 他的权柄和荣耀 一直巩固和不改变 你可以依靠 这个大有能力的人 阿们 第二 耶稣定在十架 圣天之后 他有没有 有没有离开他的宝座 也没有 耶稣 站在 父的宝座的右边 日夜为我们来祷告 圣经讲 日夜为我们祈求 所以耶稣也没有 在这世界上 请问 现在谁跟我们在一起 圣灵 我们活在一个时代 什么时代 圣灵的时代 可惜很多 我们很多的人 却对圣灵的了解 少之又少 我们以为认识圣灵很多了 我们对圣灵的了解很多 其实不是这么样 因为圣灵的工作是要把我们的生命带活出来 而不是常常 常常很多人是这样的 礼拜天呢 就是他们充电的时候 哇 来教会很高兴啊 又敬拜神啊 又可以 哇 充电充电很好了 很好了 出去外面去外面工作的时候 遇到很多的问题啊 困难啊 家庭啊 家庭的问题啊 创造 骨骑把你 哦 千个回啊 哦千个回啊 又回来 回来教会 哇 又在享受上帝的同在 又在 敬拜又在 又在 好了 又在出去 出去又在重上回来 哎呦啊 又在 敬拜神 又在回到神 上帝不要你过这样的日子 圣灵要活在你的生命当中 圣灵要做一种奇妙的工作 就把你的生命带活过来 一个人啊 越活在圣灵里面啊 就觉得生命宝贵 因此呢 耶稣的宝血的功效 还有十家的仁义 能够大大的彰显在他身上 教会是人借着基督 并且以圣灵来到 把我们带到 神的面前的地方 教会必须要有基督 不仅要有基督啊 教会一定要有神 我们能够进入到 神的面前 这是无价的武器 我们可以随时到他跟前 我们把我们的困难 我们的问题 我们的孤单 我们的忧愁 向他倾诉 求他指引 最后 我给你的经文 希伯来书第四章 十六 十五节和十六节 Hebos chapter 4 verses 15 and 16 第十五节和十六节 因我们的大祭司 谁是我们的大祭司 耶稣基督 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过死叹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今天我要把这经文告诉你 我要鼓励你 兄弟姐妹 我们的主耶稣 经历我们所有的一切 如果你读圣经 你不难看到 从圣经里面 常常看到耶稣 很充满着人性 充满着了解和体贴 我们的软弱 我们常常看到圣经里面说 耶稣哭了 耶稣哭了 然后我们看到 耶稣哭了 为什么耶稣哭了 因为他的好朋友 拉萨洛死掉了 他知道我们的痛苦 如果耶稣从来没有流眼泪 他不知道我们做人的痛苦 感谢神 他知道 不是没有体恤我们的软弱 耶稣哭了 还有一次耶稣在船上 他在船上睡觉 然后忽然间有风浪 是吗 然后他门徒说 耶稣啊 父子啊 赶快救我们 难道你不顾我们吗 我们快要上灵了 那时候耶稣就在船上 睡觉 耶稣也展示他软弱 他累的时候 他在睡觉 还有一次 圣经说 在约翰福音第四章 他叫他的门徒去 他门到了撒玛利亚的地方 他叫门徒去城外去找食物 因为什么 耶稣饿了 他知道我们的饥渴 他知道我们的饥饿 然后还记得 耶稣在禁食祷告 四十天之后 申请说他饿了 对吗 然后魔鬼就出现 他说你把石头变回 变成面包来吃啊 那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饿了 耶稣了解我们的需要 在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刻 圣经讲 耶稣渴了 看 耶稣经历我们一切所经历的 他不能 不能没有 不能不体恤我们的软弱 因为圣经讲 他曾 凡事 受过示范 依我们一样 跟我们没有什么两样 只是 他没有犯罪 哈利路亚 他没有犯罪 但是我们常常是软弱 而犯罪 但他没有犯罪 所以他能够 当当我们的大提示 把代替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所以 十六节 我们只管 坦然无惧的来到 来到 施恩的宝座前 为要得年名 谋恩惠 做随时的帮助 阿们 所以呢 今天 不管你的心情如何 不管你怎么样的态度 今天上帝的话也要鼓励你 不管你是感觉到多么的不配 多么的定罪 每次你想来到上帝的面前 你想来到教会的时候 我告诉你 不要再魔鬼欺骗你了 不要再魔鬼用这些不配 这些罪恶感来 来定你的罪 因为今天你来到上帝面前 不是靠别的 圣经说 来到上帝面前 我们是靠着什么 宝血 第二 我们来到父的面前 我们是靠什么 十字架 第三 我们来到父的面前 靠什么 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 所以以后 如果你感觉到有不配 感觉到有什么 亏欠来到上帝面前 不要给魔鬼欺骗 因为 圣经讲得很清楚 在以弗所书 第二章 这个经文里面 告诉我们说 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不是靠着我们来 教会多少次 来靠着我们 读经多少遍 来祷告多少 多少次 而是靠着 一时的宝血 使着家和生命 让我们站起来 感谢 谢谢 감사합니다 谢谢 Barry